Hello 大家好 瑞丸です 好 我们9周年的倒数活动 终于正式展开啦 游戏公告内啦 已经开始有一些东西放出来了 以及就是在公司推特上面啦 也就是现在的X上面啦 也有一些的SNS活动开始在跑着了 那么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上去参与一下 因为那个完成的目标的话啦 是有龙石可以获得的啦 今天1月22号开始倒数7天 然后 23、24、25、26、27、28 就倒数最后一天 然后29号正式的活动开始 基本上是这么个样子的流程啦 OK 那么这一次的话我们就稍微来看一下这次倒数活动的东西啦 9周年 待会了 7天 那么这个东西来讲的话啦 就 第1天、第2天、第3天、第4天、第5天 前面5天都是1颗龙石 再加上9周年的纪念券 然后第6天2颗龙石 第7天3颗龙石 多多的话我们这个只要每天login到完啦 至少啦 有10颗龙石可以拿得到啦 嗯 什么这个样子 然后35枚的那个Gaxia纪念券 这样子 OK 这个没有什么特别啦 我就是开始倒数活动 的感受气氛就上来了 这个样子 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SNS投稿活动就 随便share去Twitter啊 share去Line啊 什么之类的都可以 也是拿9周年的纪念券啦 这个就没什么特别 OK 那么接着的话 我们正式来看一下啦 这一次的 Countdown campaign 总共有什么东西吧 红神悟空 Yos OK 9周年倒数的气质间内啦 login bonus啊 纪念券这些都可以拿得到啦 然后1月29号 这边官方就特别讲到啦 9周年的纪念券 就可以开始使用啦 然后1月28号 会有升放送 呀 我说今年的那个升放送时间点是有一点点的好奇到底会是怎么个样子啦 因为比平时 比以往来得更早 因为一般来讲的话就是升放送过后直接开卡机啦 这边的话好像是没办法做成 因为还在倒数中 OK 到1月29号的下午啦 然后 诶 等一下 1月29号 对对对对 刚才是1月28号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大红作啦 是1颗到7颗龙石这个样子啦 随机也是7天里面 也是算是可以X1的龙石啦 这就是刚才讲到的SNS连动 然后这个是comeback的活动啦 这个就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 就是有留存账号的大佬啦 或者朋友啦 可以把那些很久没有登录的账号给它登上来 这样就可以增加它的那个数量 诶 等一下看一下到底要达到多少数啦 然后这个就是之前在那个 这个9周年粉丝见面会 现场有X3开出来的活动啦 这个什么 激动人型的战斗之类的 在去年的话 不忘大家记得没有 就是那个纠集的暴数战 哇 这个真的打到奇效 不过今年的话 看起来 是还蛮简单 虽然说它给的任务 是蛮多的啦 诶 可是我们总数可以通过这边 拿到 15颗龙石 这是任务 再加上通关一次的时候 有一颗龙石 多多可以拿16颗龙石啦 然后应该是不会特别难 等要晚一点再去试试看 诶 它会有一些类别条件啦 嗯 OK 然后重点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一张啦 诶 Mikate 初造悟空的极限在觉醒 会在1月25号开上来 那么今天22号 明天23号大概率就会出能力 24号可能会有一小段的资料下载进来 然后25号正式把它给极限在上来啦 这边就可以extra多拿30颗龙石啦 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它的强化到底会走到个什么样子啦 也真的是很期待啦官方 会这怎么个玩法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极限塔啦 真的是在倒数阶段 完全想象不到第2弹活动到底会要出什么 现在来讲的话 OK啦就是这个样子 比较重要的东西 相关系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大堆的 复刻啊 全部都是龙族操的 全部都是龙族操的 基本上都是龙族操的 然后特别边的复刻也是这个龙族操的 然后极限在area复刻就比较多啦 几乎全部复刻到完啦 然后 体力的回复啦 从5分钟变成3分钟 那么如果战斗力是280万的朋友啦 或以上的朋友 这个3分钟会变成2分钟回一体 哇那个回体速度真的是开了突破这样子 非常的快啊 超快了 一下子就回上来了 这个倒是还蛮爽的啦 OK啦这个就是我们9周年的倒数活动中有的东西 今年比去年爽一点的就是有那一个期限在觉醒啦 可以extra多拿一点点的龙丝 然后combat活动这边的话 就看有没有人啊 有小号啊 还是什么之类的 就拿来登录一下啦 step1 5000人 step2 step3 总共7个step 55000人的回归 然后这边总数可以拿到10颗龙丝 至于可以拿到完没有的话 就 看有没有这么多人回归啦 这个就 比较难说 因为不是我们可以去 做到那个什么的啦 做到控制的 OK 大致上应该是这一些吧 这个这个宝箱已经快要结束了 还没换的朋友啦 记得现在就要快点去把它给弄掉了 不然 最后拿不到 最后抽不完就好笑 这个大风作就大家也知道啦 7 33333 1 可惜啦 他不是像上次过新年这样子 抓底5颗龙丝 然后7颗龙丝最高 OK 那么最后的话 就是最重要的这个身放送啦 身放送这边的话 他的开锤一定是2024年1月28号 昨天在影片的时候讲到12月28号 一年之后 这个是在1月28号下午 12点30分这个样子会开上来 那么这边的话 他也有特别提到 其实刚才公告中也是有讲到啦 这个本市放送啦 是在那个 1月29号 9周年的活动正式开始之前的那个 那个 升放送来的 可是也是相关系的啦 那么比较大概率啦 我们这一次的卡机时间啦 会蛮难去推测 可是 如果按照他这边的说法来说 可能不会在当天就直接把卡机开上来的 嗯 依照这样子来看的话啦 25 29号是正式的卡机 正式活动开始嘛 29号 所以29号 其实也是有机会 把卡机一起 直接跟活动一起开上来 因为以前都是活动开了 然后才身放送嘛 现在就是 以前是 对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那么这一次的话 就是身放送了活动才开 这个就 比较 不懂为什么 然后到时候可能 29号 或30号啦 看官方要不要 一开活动的当天 直接把卡机开上来 应该是跑不了啦 我比较担心的话 就像那个 2019年的时候 那个全球活动 在半夜开那个卡机上来 那个真的是 会取消 所以这边的话 我们也很难去算啦 大概啦 不过等到 越来越临近的时候啦 我们就比较确认卡机什么时候会出来的时候 也会给大家知道啦 一定会放公告给大家知道 OK啦 然后这个身放送当中 就跟过往的会是一样啦 其中会有一些 challenge 还有一些任务 然后 身放送的 那个同结束也很重要 可以获得龙石啦 所以到时候大家有空的话 也必定要去参加啦 因为 龙石可以拿得到嘛 像去年的话 没有记错啦 是有拿到那个 60颗龙石是吧 如果我没看错 搞错的话 我有点小忘记要去年拿多少龙石 我check一下 去年的 身放送是77颗 如果 任务 条件全部做到满的话 我们有77颗龙石可以拿到啦 这个点就还不错啦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些 MC 然后会有 角色的性能 动画演出介绍 什么样子啦 OK 就是这个样子 卡克 这个狗吉他 帅喔 好啦这个以上 就是我们的倒数活动 暂时是这一些啦 之后就看有没有更加更新的情报 然后再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 好那么这次的影片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